如果拜登真的是这样想 就是借由他去勘灾 然后转移大家对 习普会的注意力的话 我觉得这个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因为国际新闻归国际新闻 你国内自己的灾情归国内自己的灾情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你如果真的是考量到 在当地因为救灾是第一嘛 总统不是一定要到现场去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做出 总统手上我有最多的资源 你可以做出很多紧急处置的决定 你有没有做 那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其实你去看或不去看 到底差别在哪里 那对一般政治人物来说的话 通常在这个时候会第一时间赶去 为什么 因为拜登现在在美国 国内的声望是非常低的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去慰问灾民 然后适时的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对的援助 不断增加自己的曝光机会 也或许可以转移一下 国内对你的一些观感 那至少让人家觉得 虽然你年纪很大还是个行动派 可是你现在拖拖拉拉 然后连发布紧急状态 然后把它升级都慢半拍 会让人家觉得 因为最近从阿富汗 到现在一连串的事件 大家都会怀疑说 拜登到底是不是垂垂牢蚁 是不是你的健康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很多事情的反应都让他觉得 不太像是一个经由民主选举 选出来的人反应 反而像是那种 好像不问世事 跟一般民众完全脱节的 才会出现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拜登一定要在短期之内 赶快去扭转的一个人家对他的观感 因为如果没有赶快扭转过来的话 对他未来的执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 所以 习拜会你不可能会阻止 你也没有办法阻止 而且人家的视讯 除非你有办法 想办法去做什么国际干预 我是想不出来拜登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觉得你赶快在实际的行动上 去展现你身为美国领导人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对拜登才是最重要 想其他都会想太多 大家如果去回想到 日本三一一大政的时候 当时世界各国也都伸出元首 那很多包括中国大陆 也包括我们 那很多国家的发展 其实不会比日本更先进 那可是大家也都愿意伸出元首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地球村 我们都是人类 本来就应该要互相帮忙的 你在先进的国家 面对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 通常也都是不堪一击 你很多都是需要 如果能够有别人的援助是最好 那可是我必须说 不管这一次是在人道方面 或是在中美贸易战上面 大陆目前这两个动作 其实都是处于所谓的放话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对美国确实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不然的话肯塔基州 不会进入现在的重大联邦灾难状态 不会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美国会 希望中国大陆来援助他吗 绝对不会 美国不会希望这样做 因为美国自诩自己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他的国力也最强大 那美国情况再怎么着 他也不会认为说是需要你中国大陆来援助 他不会这样想的 甚至你看美国自己真正的萌萌萌 英国法国啊这些 也没有说要对他提供援助啊 日本也没有说要对他提供援助啊 所以美国人在大陆这方面可能认为说 既然你发生了灾难 我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至少站在人道立场 我不需要发表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援助 我当然就出来 可是对美国来讲 他挺多就是谢谢你的好意 他不可能会接受的 因为这个有政治上跟战略上的考量 他不可能随便去接受 你想想看 假设他接受了大陆方面的援助的话 对美国人来讲 拜登现在的国际生活已经够差了 你在接受的话 对他来讲恐怕美国国内的民众更 更把他骂到翻了 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些政治上的考量 他就不会接受的 那另外在中美贸易战这方面呢 桑汤现在因为他的关系 就列入制裁名单了 然后他在香港的IPO也撤回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桑汤本身他被指责的就是 他怀疑他协助军方 也就是因为他跟华为跟小米有合作 跟解放军可能有某一些合作关系 那我就一直觉得很纳闷 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制裁桑汤科技 因为他的人脸辨识系统会用在新疆的 这些对维吾尔族的迫害上面 假设这是你认为的话 那桑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叫麻省理工学院 那你要不要也制裁他一下 我觉得这种就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因为美国每一次制裁人家的标准 或是他去打枪人家的理由 都是由他单方面认定 也就是好像你美国人说的是怎么样 就决定就帅 那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讲 他不会非常服气的 包括对很多企业来讲 我明明就是只是在做发展我自己专业的东西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去跟人家牵涉到什么东西 而且你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出来 而且军工复合体如果说商汤是被美方指为 就是一个这样子 所以要被这个制裁的话 那美国也有所谓的军工复合体 比如说像波音呢 美国军工复合体多了 那是那难道 那全世界如果都对这些国家才能制裁 但世界要制裁这些国家是有难度 因为这些都已经大到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 但就是说这个逻辑是值得有争议 所以我觉得就是 美国一直以来他习惯于就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主宰世界 我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可是你每次这样的时候 当今天大陆也认为自己发展到一个程度 他认为我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 你说什么就算 我每天要接受你的制裁 那我必要是会产生反击 但是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讲 目前至少在科技领域这方面 你说大陆方面有什么能够实质去制裁到美国的吗 我觉得也不容易找出来 因为毕竟双方还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说这两个阶段到目前为止 都还停留在一个相互放话的一个阶段 那是不是有更进步的行动 要看双方下一步到底怎么走 其实这当然要看大陆当局 他到底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泡沫经济 从那次毁掉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复苏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那大陆在谋极点上面跟当年的日本有一点像 也就是你房地产因为过度的荣景 大家不断的把资金全部都投入在房地产 然后大家一直不断的借 你看光是空房率不低于20% 那表示超过五分之一以上的房子 是空的没有人要住 那所有的资金都要住在那边的时候 当你现在恒大的这些相关问题出来之后 那地产会不会产生这种连锁效应 大家一个一个跟着倒 因为这个是非常厉害恐惧的 因为他们的房地产现在完全是银行 甚至地方政府都结合在里头 你这样打下去的话 可能连地方政府都要跟着一起倒 那这种当然很可怕 那特别是大陆过去因为有 他人口基数大 他有人口红利也没关系 可是他现在慢慢人口红利也快要用尽 他的人口增长也一直在趋缓当中 所以大陆这几年不是要三胎化吗 就让你尽量生三胎 也是想要去面临这个困局 更何况最近这两年大家都知道 新冠肺炎的关系 造成了很多经济活动都已经开始停滞 那你很多资金的流动更不顺畅的时候 这其实就更危险 那可是大陆相对的 它体制上会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不像日本当年采取的 那个整个经济体制 那它本身在 其实他们早在去年就已经看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会发生了 所以呢他们已经采取 慢慢采取一些步骤 还宁愿让一些可能发生的 一些未爆弹呢 我先小规模的先让你引爆 小规模让你引爆之后 让这个冲击降低之后 看漫漫是不是能够一步一步的 去克服这些东西 那当然还要配合它 其他相关的经济计划 那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要面对这样的困局都是非常困难的 像当年雷曼兄弟的时候 美国也是挣扎了好几年 才慢慢回来的 所以大陆 你当你在发展的阶段 你多少都会面临到这种困局 所以我觉得大陆既然他 因为他的体制跟一般的国家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说他 预先看到这个灾难的出现 然后慢慢做一些宏观调控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冲击降低 让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小 是可以慢慢挺过去的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的估计 即使他未来整个成长趋缓 还是认为应该有4%以上左右 所以这个对一个 中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讲 其实已经算是还OK的一个状况 他如果能够持续维持这样 把这危机度过就会好 其实我还比较担心我们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的房地产 其实现在也是 你不断的基础一直飙高之后 哪一天这个卫报弹突然之间爆了 我们的政府到底有没有准备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准备 当然是希望能够在东盟 增加它的影响力 那可是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 你自己本身不缔结 跟不跟国际缔结海洋公益 你也不遵守人家的领海 这些东西观念 你每一次想要闯进去就进去 出来就出来 你觉得东盟这些国家 是怕你比较多还是怕 中国大陆比较多 我看搞不好都差不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讲的冠冕堂皇 人家也要去考虑到 你到底是真的假 你是不是只是想要发展 你自己的霸权 你想要保证的只是你自己本身的 战略跟航路安全而已 那鸿燊他下令 停用所有美制军备 其实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宣誓性象征 为什么他本来就没有多少美制军备 对所以他不用就不用 而且他的主要武器来源 本来就是来自于战略 而且就在这个当口 是讲给你美国听啊 对所以很简单 因为他之前就是因为基地的问题 我已经开放愿意让你美国人来访问 那你非要来做给我做调查 就你要把你的主权 直接伸张在我的军事基地里头 这事可忍 属不可忍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忍耐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我已经对你让步 那你不愿意听 那你就是逼我直接完全导向大陆 因为本来我相信鸿燊也是希望 如果能够在大陆跟 跟美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那是相对好事 可是你美国过度强势的 这样一个操作的结果 那你反而吃鸡脑 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美国应该要去回复 去想一想 过去你美国是怎么样 去笼络这些国家的 你是不是应该在 除了你的军事的力量之外 你在经济上的某一些优势 你要跟这些国家共享 才有可能拉拢他们 那如果完全只是依照你 强势的美国 要用压迫的方式 我觉得搞不好你越压迫 这些国家反而越向大陆靠了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 加入订阅充讯的行业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 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